各位朋友你们好 继续我们走一下营地大街 我们由新马路转进来营地大街 营地大街 这个位置以前是玉多里气院 对面有帆布遮住的地方 就是新中央 我们一路走进去营地街 我们又说一下营地大街 有香港地,广州城,澳门街 澳门街就指营地大街 当时明清政府当时有军队住宅 防止是渤国人越界 当时这条街是分界线 一边是华人住的,一边是渤人住的 当时这条马路有很多朋友在做生意 很多商品都拿来这条街买 形成一条商人街 非常热闹 有很多人在街上 有渤人过街就在这买东西 华人就供应些货给渤人 给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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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横行里面 以前是叫墓头 通回到水边 有很多艺船 车的货 卖来这条街 以前 旺极一时 我年轻 六七十年代 这条街真的人流涌涌 虽然那些铺 就残旧些 但是非常热闹 人葬人 你踩着单车 就真的要阻闪右避 当时就没什么汽车 人力车和单车最多 尤其是这里还有一间 丸内茶楼 一早就很旺 很多人来喝茶 丸内旁边 我记得还有一间 是卖鞋 四五六 专卖鞋 拖鞋 皮鞋 煲鞋 白饭鱼 水鞋 名字 标着四五六 铁駕不宜 最记得这个名字 铁駕不宜 没得说 刑地家 还有很多旧银 很多都未拆 没有人住 其中以前出名的 哥林面包店 很多朋友都在买面包 有很多店铺 都忘记了 来到这个位置 就有一间山货铺 卖山货的 挺出名的 富岸 这条街 有一两间山货铺 其中有霍耀窗 其中一只一间 但是货耀窗 已经 刮到熔熔烂烂 拆了 再走过一点 这里是高尾街 高尾街 高尾街 多数都是 卖百货的 卖些女性用品 比较多些 这条街 大部分都是女性 可以叫做女人街 出名的 这条街 以前真的人头涌涌 很多女性 都喜欢走女人街 多东西 賣多东西看 这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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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旧铺 但是 走过这一间 衣车铺 也有很多年历史 我们年轻人街 都有 再前一点 还有一间 做群垮 结婚用品 今天就没有开店 这里有很多旧铺 空置了很多 没什么人住 已经担空了 来到这里 就 石杂门 走过一点 就是关前街 这里上去就是 大三巴 以前这里有一家 竹铺 卖油渣鬼 爽粉 现在还有 以前的风味 都不一样 我们继续走 关前街 今天是星期六 澳门街的疫情 已经向好那方面走,现时来说还是零,清零连续几日,澳门加油很快就回复以前一样 政府都宣布不用带KN95,可以用普通的医用口罩,比较薄一点,休息也舒服一点 今天关前街,有几多人出来逛街,也有些人 很多店铺都是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店铺也是老板,伙计也是自己,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再走个小小的就是烂鬼楼,烂鬼楼的人叫他做三藩市,说起三藩市就好像有些罪恶感 以前在这里就是深山五岳,什么人都有,黄岛独 什么都有,还有很多那些,不知道是不是黄岛医生,奇蓝杂症,专医,你说不出的症都可以医 其次的行业就是卖先知,卖打冷东西,舊东西,想买舊东西的朋友 很多时候都来这里,走下来这里,走下来,挺容易闹的 有很多朋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朋友都来这里,看下这些先知铺的家司 看正好就在这里落单的了,出去出口,南洋的那些先知铺 本地人就很少买的,多数都是买给他,他就回身了,出口 现在就越来越少了,这些先知铺 这些先知铺的地方,是一家西式阳房,曾经大火烧了,有人命的损失 就轰动一时,人称烂鬼流 因为烧了之下,没有人味 曾经做过猪仔馆,带很多猪仔馆 叫得起三凡市的名字,真是有罪恶感 什么人都有 详细的,肥君都不说了 沿路上,这里应该有很多食物 很多店铺都开的 其中已卖椰子,椰汁,椰汁,雪糕,结婚用的椰汁 写着箱喜,章圆铺 曾经马伯娘都好像有间药厂在这里 我们年轻人都经过马伯娘 现在应该是搬走了 潘慕银,早就在十月初五街 很多名牌子,香港名牌子的药厂 香港,澳门也有分店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果欄街 果欄街 果欄街也是旺极一时 香港那些货船晚上 埋头,这里就非常热闹 以前去码头起货 用木板车 一块木板 中间两个车 有两个扶手柄 有一条粗的承纜 拉 以前货车是有的 但这些木板车比较经济 有装货多 又车货多 又车货多 虽然是慢一点 以前都很流行这些木板车 现在真的一架都没有 这条果欄街以前上一段 都是做瓜菜 早上国内有些瓜菜 车下来都是在这里 在这里集中做批发 叫菜篮 很多朋友 日头就过来这里 拿菜批发 晚上就拿水果 做批发 当年很多假取 结婚 摆酒 最后 水果 来这里买一两箱 非常经济 很便宜 断商计 很快便宜 很快便宜 十月初五街 出回来是茶叶铺 英姬 中国各货 十月初五街 都很安静 出到街口 叶培鸡 老字号 旁边就是茶叶铺 好 下一集再见 外公司 都会有点 允许 永烦 发生 女生 左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